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祢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福西 弟兄姐妹平安 主把祂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愿意献上自己 祢给了我一切 祢给了我所有 祢时候只能归得住 我满心感谢祢 祢全然的赦念 祢全然的饶恕 祢是冷天风陪的主 我父父亲爱祢 我献上感恩心 献上我自己 在祢世的昨天 我说我甘心了祢 我献上感恩情 献上我自己 一生一世贴祢的心 我一切却输祢 祢全然的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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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父亲爱祢 我献上感恩情 献上我自己 在祢世的昨天 我说我甘心了祢 我献上感恩情 献上我自己 你生一世贴祢 你生一世贴祢的心 我一切却输祢 我献上感恩情 献上感恩情 献上我自己 在祢世的昨天 我说我甘心了祢 我献上感恩情 献上我自己 你生一世贴祢的心 我一切却输祢 你生一世贴祢的心 我一切却输祢 你生一世贴祢的心 我一切却输祢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祢 祢把祢的独生爱 指示给我们 耶稣我们赞美祢 祢把祢的生命给我们 主啊 今天这个时刻 我们不但敬拜祢 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 主啊 我们谢谢祢的恩典 接受我们的敬拜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 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贫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诗篇一百零三篇三到五节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每物使你所愿的都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因烦恼还童 哥罗西书四章二节 你们要恒切祷告 在此警醒感恩 你们要恒切祷告 在此警醒的感恩 弟兄姊妹 以赛亚在这里有一个祷告 那个祷告就是 主耶和华赐给我一个受教者 一个受教者的舌头 一个受教者的舌头 是一个悔改的舌头 一个受教者的舌头 是一个祷告的舌头 一个受教者的舌头 也是赞美的舌头 也是祝福的舌头 今天我们要来 继续来思想 受教者的舌头 是一个感恩的舌头 弟兄姊妹 我在说圣经里面讲到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我们会不会真实的悔改 是带来生命 是带来死亡 我们也看见 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 让我们的舌头 成为一个祷告的舌头 成为一个真正来赞美 跟来祝福的舌头的时候 所带来的都是生跟死的一个关键 今天我们谈到感恩的舌头 也是一样 我们看见 假如我们的舌头会感恩的话 我们会看见 会带来生命 会带来神更大的赐福 但是假如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舌头成为一个不幸的舌头 我们的舌头成为一个埋怨的舌头 会带来 是带来死亡的 我想我们知道 出埃及记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而在出埃及 在旷野的里面 他们一样经历神很多的神迹 但是我们看见 有人说民宿祭是一个怨怨祭 坏句话说 我们感觉以色列人 神赐给他们 让他们有云助火助 对他们来说 特别在那个沙漠里面 那个白天非常的炎热 假如有云助能够来遮盖 晚上很冷在沙漠里面 有火助 但是我们看见 虽然有云助有火助 而等到四十年那里面 神赐给他们 在旷野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赐下 从天上赐下玛纳给他们 但是我们看见 他们一面在那里吃玛纳 但是一面在那里埋怨 埋怨 不是好像什么美味 我们看见他们没水的时候 他们在埋怨 但是后来 神让磐石来出水 他们看见这样大的神迹 但是他们一路都埋怨 四十年 他们衣服没有破 四十年 他们的鞋子没有破 但是我们看到 他们不幸埋怨 神要带领他们进到迦南美地 很快要进去 但是十个探子里面 十二个探子里面 有十个探子 他们在那里说 我们不能进去 里面是流浪一密 但是他们的城墙 非常地高大 里面 住在里面的人 他们都是巨人 非常地高大 这样的一个不幸的舌头 这样的一个埋怨的舌头 后来带来什么 带来 就是二十岁以上 全部倒闭在旷野 换一句话说 他们带来的什么 死亡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求主恩待保守我们 让我们的舌头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舌头 这个舌头 不但是祷告的舌头 不但是祝福的舌头 不但是赞美的舌头 这个舌头 也是一个感恩的舌头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说 我们舌头要不住地祷告 但是另外一方面 要警醒地感恩 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见 我们没有不住地祷告 假如我们有不住地祷告 但是我们没有警醒地感恩 没有警醒地感恩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甚至我们学习 不但在神的恩典 神的赐福 在顺利的环境中间 我们要献上感恩 甚至我们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学习献上感恩 一个感恩的人 一个感恩的舌头 他随时在每一种环境的里面 他们都感谢 一个我们看见在那里埋怨的人 不知道感恩的人 没有感恩的心的人 他们每一个环境都可以埋怨 求主恩待 让我们有一个舌头 是一个感恩的舌头 甚至是在逆境中感恩的舌头 我们看见 约瑟他被卖到埃及 但是他没有埋怨 他在那里感恩 有神的同在 甚至他被陷害 被关到监狱里面 他在监狱里面 有神的同在 因为他是一个感恩的人 以至于我们看见 神的恩典 持续在他身上 在这里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 每一样的情况中间 我们献上感谢 有一些时候 我们常常在我们里面 那种埋怨 我们以至于我们感觉 不管怎么样都在那里埋怨 碰到什么事都在埋怨 有一些人 他们生下来是老大 他们会做老大埋怨 有一些人生下来是老二 他们在那里说 为什么我是老二 在那里埋怨 有一些人生下来是老妖 为什么我是老妖 在那里埋怨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管是老大 让我们老二 老三 我们老妖 我们都要感恩 Amen 因为我们要凡事谢恩 我们要警醒地感恩 警醒地感恩 我们看见 我们很多的人 神赐给我们 好像身体 我们都很健康 很健全 但是我们 却常常还是在埋怨 但是我们知道 那个尼克 他生下来 他没有手 他没有脚 但是他在神面前 他学习 不是咒诅他自己的生命 学习在神面前来感谢 在人面前来感恩 以至于神大大的使用他 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求主来恩待 我记得有一个见证 反倒有一个人 他回到家 逐日崇拜回到家 看见家里面被小偷偷了 然后他马上一个念头来了 他说神我感谢你 当小偷来的时候 我没有在家 所以我们全家都得到 都安全 神啊我们感谢你 小偷来 他偷了我们身外之物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里面没有被偷去 感谢神 后来看见还有一些 有一部分有价值的 没有被偷了 神感谢你 你还留一部分 我们要感谢你 神感谢你 神啊 小是小偷偷我们 不是我们偷他们 我们感谢你 好像一直在那里感恩 感恩到全家一起感恩的时候 心里面仍然充满了喜乐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舌头 能够不住地祷告 让我们凡事谢恩 我们就会常常的喜乐 在这里我们看到 神要让我们学习 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不但是我们的心要来赞美 我们的舌头要来赞美 反正在我们里面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 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我们为耶稣基督 为我们留下他的宝血 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以至于我们的罪 一切的罪内都得到赦免 而且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我们感谢神 祂是医治的神 祂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有一些在感恩的聚会 有人为他生这个病 献上感恩 生那一种病 后来得医治 献上感恩 有一个人说 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 因为我都没有生病 弟兄姊妹 我们要为我们没有生病献上感谢 让我们身体能够健康 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 以至于我们的舌头献上我们的感谢 祂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 祂用美物使我们首愿地得以知足 以至于我们能够如荫烦恼还同 弟兄姊妹 在这里求主恩待 但是很可惜的是 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实的 好像大家我们都献上感恩 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那个十个大麻疯的 耶稣医治那十个大麻疯的 但是后来得到医治以后 只有一个回来感恩 耶稣说那其他九个人呢 弟兄姊妹 我们到底是那个感恩的人 或者是其他九个人呢 或者是我们 在我们十项感恩的里面 神给我们的恩典里面 我们只感谢十分之一 我们有其他的十分之九 我们没有感恩 很多我们应该祷告 没有祷告 我们只祷告十分之一 我们所祷告的十分之一里面 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只感谢十分之一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舌头 成为一个祷告的舌头 让我们的舌头 能够成为感恩的舌头 我们横切 我们横切祷告 我们警醒感恩 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 当我们知恩的时候 我们才会感恩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不但要感恩 而且我们要报恩 我们要报答神的恩典 我想最后 要在这里再提醒一下 我们不但要学习 我们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也要学习 向我们周围的人献上感恩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 感谢我们周遭的人 感谢神 让我们慢慢来学习 我们三个孙子 每一个礼拜会来我们家住一天 开始的时候 好像来 然后吃 好像是 就是说父 阿公阿嬷 就是要预备给他们吃 然后送他们去学校 然后好像是 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感谢主 慢慢慢慢腾长 他们会说 阿公阿嬷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 谢谢你送我们到学校 谢谢你 弟兄姊妹 让我们学习 献上感恩 让我们的舌头 成为一个感恩的舌头 好不好 我祷告一句 你们跟着我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 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当我们的舌头 是一个不信的舌头 当我们的舌头 是一个不信的舌头 是一个抱怨的舌头 是一个抱怨的舌头 我们就会像一些的人 在旷野 我们就会像一些的人 在旷野 他们集体的倒闭 在旷野 他们集体的倒闭 在旷野 但是当我们愿意 来到面前 但是当我们愿意 来到你面前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来到你面前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来到你面前 甚至在逆境中间 甚至在逆境中间 我们为我们个人 我们为我们个人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城市 国家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国家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就要看到在感恩中 我们能够蒙福 我们就要看到在感恩中 我们能够蒙福 也能够不断地经历你给我们的恩典 是恩上加恩 也能够不断地经历你给我们的恩典 是恩上加恩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 因为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因为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 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 主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不要识次你的恩典 我们只献上一次的感恩 让我们全家都是感恩的人 让我们全教会 让我们不是十分之一的人来感恩 让我们全教会 让我们不是十分之一的人来感恩 而十分之九的人忘记你的恩典 而十分之九的人忘记你的恩典 主啊 也求你恩待我们 主啊 也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不但知恩 让我们不但知恩 让我们能够感恩 让我们不但能够感恩 让我们不但能够感恩 让我们能够报恩 让我们能够报恩 以至于我们经历你在我们生命中 以至于我们经历你在我们生命中 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容上加荣 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容上加荣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谢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来祷告 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舌头 祷告的舌头 祝福的舌头 赞美的舌头 感恩的舌头 好不过我们一起 同声的我们来感谢 祂来到你面前 我们谢谢你 祂我们为你赐给我们 后祂悔改的舌头 现在感谢 祂赐给我们 祷告的舌头 我们现在感谢 祂赐给我们 祝福的舌头 我们现在感谢 祂赐给我们 一个赞美的舌头 好传逐给我们 一个感谢的舌头 祂谢谢你 谢谢你 祂赐给我们 赞美的舌头 谢谢你 祂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为你所赐下 受教者的舌头 来献上感谢 祂今天通过信息 也让我们能够 再次来悔改 祂我们不懂得来感恩 我们常常是在 一个埋怨的当中 祂我们再次说 抓更多来光照 以至于我们悔改 在你面前 祂我们求神 也再次把一个受教者 一颗悔改的舌头 祷告的舌头 祝福的舌头 赞美的舌头 以及感恶舌头 赐下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随时在神的面前 我们祷告 我们祝福 我们赞美 祂我们相信 透过我们的舌头 我们要带下神 极大的恩典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祂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来献上一切的感谢 我们来祝福台湾的教会 不但是恒戒祷告 也要警醒感恩 我们一起祷告 坐来到你面前 感谢 祝福台湾的教会 不但恒切地祷告 主啊 也是敬行的感恩 凡事却 因为这是神 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阿们 阿们 祝福国ono ahh together 全球的华人宗教会 能够 操练在匿境 中间 来感恩 插入 碰到各样的困难 天 Hen 我们还是要来感谢赞美你 感谢祷告 奉主的名 阿们 欣赏甘安静 欣赏我自己 在你时能做事 我说我感性了你 欣赏甘安静 欣赏我自己 一生一世贴你的心 我一生一世贴